《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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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很明顯 劉先生的生命活不久了 有很多人前來道別 這些探訪 對劉先生來說是很寶貴的 但是同時 也都令到他感到很吃力 也都加重了他家人的很多功夫 我們決定了 現在就是申請家庭護理的適當時候 有很多人來探訪我老公 家人 朋友 親戚 還有隔壁人士 還有認識的人 他們 經常來探訪 那個探訪 時間很長 我覺得都挺重 還有我老公 他最近很弱 要這麼長時間對著他們 要回應他們 增加了他們的負擔 那真的 我自己都覺得 負擔很重很累 有啊 有很多親戚來探訪爸爸 我們都有負擔 我們都有負擔 要去招呼他們的 但是有時候就很累啊 很不想他們過來 有些又打電話才來 有些又沒有啦 如果可以讓我選擇 我寧願不招呼他們 有很多親戚朋友 他們來探訪我 我自己 都很快身 但是 都很辛苦 我好貴 這個來著我 那個要來 真的多謝他們 我真的 都很快身 有啊 跟媽媽說了 現在真的時候要 家居護理 他們 不僅可以照顧爸爸 都可以幫忙我們 那些客人來到 都可以招待 而且 我們不敢拒絕他們來 他們會 有啊 很多人來探訪我 有些親戚 朋友 來探訪 他們都很關心我 就是 覺得很安慰 有這麼多朋友來 但是 有時候還是挺忙 因為待會招呼完一班 又再招呼第二班 已經很累了 做了 所以想休息一下 然後 又有個朋友 又來 又要繼續 搞到 沒有時間 然後 家人 就叫我安排 家居護理 我就這麼做 其實這個階段 是很理智的決定 因為 尿先生 他的身體越來越弱 需要越來越多的照顧 他的家人 根本是支持不住的 現在 我們已經有家庭護理了 這些對家人來說 是一種解脫 也都帶來很多 休息的空間 不再 經常都有親友來探訪 子女也都開始有自己的 生活空間和時間 但是 劉先生的情況 越來越差 他越來越痛苦了 子痛藥的作用不大了 如果聽你們這麼說 我想 李先生的痛越來越嚴重 需要加重一點的子痛藥給他 現在子痛藥不夠力了 但是你了解 可能那些子痛藥 有多一點的副作用 令到他人可能會黑暗睡 或者臣子不太清醒 有這樣的副作用 所以你要 如同你的樣子 但是我給藥物的成份 我會盡量 兼顧好這件事 令他不要太多副作用 那吃到這些藥 會不會再起床了? 不會 不是這個意思 我現在只是給子痛藥 我現在不是說幫他安樂死 也不是說這個 令到他睡覺 只是子痛 令他不太辛苦 因為我還有一個機會 和我爸爸道別 想聽他的願望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沒有問題 我剛才說 那些子痛藥 可能令到他少許開暗睡 或者不太清醒 但他真的不是睡得很入睡 所以這些沒有問題 你還可以跟他聊天 謝謝 OK